比較操作上方便一點 再來你們的iBomb的部分 記得你們買東西的時候 iBomb就是iBomb 美金就是美金 不要拿一下美金 像iBomb的匯率換來換去的 你們到時候會搞錯 搞錯 尤其是逛街啊 什麼哈利利之類的 那些小攤小飯 會跟你們玩這種對話